48分钟带你看完热血高校系列第一部中最为精彩的舌头片 下 上集讲到乌鸦高校林兰 杀手集团奉仙 四代武装战线的大批人马在各自掌门人的号召下 将不计前嫌携手前往县南远征舌头 下午7点距离决战还有两个小时 这座海边城市也变得异常热闹 因为林兰奉仙以及武装的人马已经陆续到来 两名刚刚放学的学生此时正在车站内等待着回家的列车 可当车站到战后竟然从里面下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光头少年 只见他们统一的制服统一的发型 最重要的是他们各个面露凶光奇人数更是达到了近百年 从没有见过这一场景的两名学生也被吓得瘫倒在地 而他们赫然便是奉仙的杀手集团 而全员皆是精英的第四代武装战线也在村田十三的带领下赶到了这座城市 而另一边的房屋春道也在为大战做着战前准备 只见他将数十根钢管捆在一起 明显他的想法与龙信等人完全不合 他是真的打算独自赴约 然后凭借一己之力打倒舌头的数百年 在春道一旁的那名舌头成员也不禁提醒到你这样去的话 简直就是去送死 可春道对他的话完全没有在意 只是笑呵呵地问他 你要一起吗 听到春道这么说他立刻便想找借口离开 可春道竟然对他说道 这几天多谢你了以后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找我 春道这一席话让这名舌头成员震惊不已 虽然他是被春道等人抓起来的俘虏 但是经过这几天的接触他知道这三个并不是坏人 可在他刚刚离开不远的时候 他却见到舌头曾经的干部原田正姓 这位原田正姓便是之前被宫廷一脚踹进大海的那位巴丁的媳妇 至于他为什么会再次出现在舌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在中期工厂内舌头的一众成员早已汇聚于此 而此时工厂的房间内宫廷也对自己最为信赖的三名手下阐述着自己的计划 他打算在这件事后前往东京加入一个比诗国祖强大很多的非组织 至于舌头组织工厅决定在今晚一切都结束后便将其解散 让舌头成为这里的传说 而现在的舌头除了三大干部外 相信还有着不少成员会与工厅一起前往东京开阔属于他们的世界 不得不说以工厅的手腕以及野心在未来真的可能会拼搏出属于他的未来 但今晚真的会有他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吗 被舌头所绑架的田增强第一个否认了工厅的想法 在他的眼里春道大哥他们可要比工厅等人强大不止一百年 现在的田增强更是后悔当初自己竟然想要加入这个让他感到厌恶的组织 而就在这时舌头的小弟也前来汇报春道等人如约打来 此时这所工厂的入口早已被上百名舌头成员所包围 而春道三人面对着上百名敌人没有一丝慌张大不留心便走得进去 春道甚至边走边嘲笑着这群舌头成员 如果说龙杏与龙也是知道支援马上就到而胜利的必将会是自己 所以他们二位没有一丝犹豫便跟着春道前来的话 那么春道就是单纯的不怕必定至今为止真正给他带来恐惧的也仅有林田会议人罢 当他们三人走进仓库后便看到人群中间的宫廷 而在宫廷的身边更是有着近百名的舌头精英 宫廷再见到春道等人前来后便让手下将早已被打成重伤的田增强还给了他们 春道在看到自己这位小兄弟居然被打成这样瞬间怒气之爆满 虽然春道对这位刚刚才认识几天的小兄弟平时又是打又是骂甚至经常忘记他的名字 但是这不代表有人可以欺负伤害他 再见到春道一行仅有三人后龚平便在此嚣张起来 他甚至让春道认输并向他们求饶 其实从这一点来看便发现龚平不如之前那位第三代武装战线头目九能秀成谨慎小心 当初的九能秀成绑架了春道头号小弟安田 可当春道独自前来的时候就算当时秀成的身边有着上百名小弟 以及实力强大的龙杏但他确实终没有放开绑在安田身上的锁链 最后甚至逼得春道下跪 而反观龚平再见到前来的只有春道三人后便放松了几屁 他可能不会想到一只猛虎一旦失去约束他的锁链后会变得多么恐怖 虽然春道时常一副智商堪忧的样子 但是他从来都是大智若云 面对着数百名的敌人春道深知就算自己三人再强也是拼不过的 于是他便开始疯狂地挑衅起舌头那几名干呗 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如他所愿的那样双方进行三场一对一的单挑 与此同时在工厂的外面凌篮五湖也汇聚于此 虽然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伤痕累累 但是面对上百人的围攻他们还是全体成功突围 通过他们的暗中观察光是在工厂的外围便汇聚着上百名舌头的成员 如果再加上仓库内的那将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他们无法想象不知道会有支援道场的春道 是如何做到无所畏惧地走进这修罗战场呢 最为了解春道的哲顿回答了其他似虎心中的疑问 要知道芳乌春道这个男人从来不懂什么作战计划 面对危险他从来都是选择毫不犹豫的独闯龙堂虎穴 但是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 必定除了那数百名舌头成员外还有着三名实力强大的干部 要知道哲顿等人可是与他们交过什么 当时的哲顿对战着铁刺而军司对战着智贺幸福 至于秀吉则是大倒之之 当时的他们三人面对着那三位实力强大的舌头干部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而此时仓库内的大战也正式上演舌头率先出场的 便是将军司打的没有还手之力的智贺幸福 而他的对手乃是奉先美藤龙也 在数百名舌头成员的围观下这场战斗正式打响 面对表现十分嚣张并且疯狂挑衅的敌人龙也很是愤怒 但智贺幸福却在春道等人震惊的目光中掏出了一根铁棍 想不到这位舌头干部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使用这种卑鄙手段 只见智贺幸福手持铁棍狠狠地便砸向了龙也 而龙也显然没有想到这位舌头干部会如此阴险被这一击打的猝不及防阴生倒地 而智贺幸福面对倒地的龙也没有任何犹豫地便继续攻击 只见智贺幸福手握铁棍疯狂地砸向倒地的龙也 仅是片刻龙也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就在智贺幸福得意洋洋的时候龙幸宇春道却满脸不屑 因为他们知道龙也可不是智贺幸福使用那些卑鄙手段便可以战胜的角色 果不其然就在智贺幸福得意的时候 龙也已经起身随后一个飞梯便将他踹倒在地 眼看着龙也的战斗已经进入到即时一旁的龙幸也按耐不住战斗的欲望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在舌头另一名干部大倒之之的身上 就在大倒之之打算迎战的时候铁刺却叫住了他 只见铁刺说到那个家伙跟你一样是练拳击的 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才能打败他 就在春道疑惑为什么对方会知道的那么详细的时候 一旁的田增强却得意地承认是自己告诉对方的 当初田增强也只是想用龙幸的拳击以及龙也的空手刀震慑对方 结果没想到却让对方掌握了情报 而春道对这些并不在意他更加在意的是田增强是怎么形容自己的 可由于春道一到关键时刻变掉链子 所以田增强并不了解春道的真实实力 所以他认为春道要比龙也与龙幸低一个档次 在听完田增强的描述后 春道立刻大怒在收拾一顿田增强后 便前去大声督促起双龙的战斗 现在的他极其希望他们可以快一点解决战斗 这样他就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了 伴随着大岛之之与智贺幸福的倒地这场战斗 也以双龙获得胜利而告终 通过双龙身上的伤痕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们前期受了一点伤 但是在战斗的后期完全便是碾压 而一旁的宫平面对这一幕没有任何慌张 必定自己这一方可是拥有的数百名成员 春道一行对于他来说便如同待宰的羔羊 虽然现在的宫平已经认可了春道等人的实力 但他相信如果铁刺出手的话还是可以碾压他们的 四亮在三后宫平还是决定派出自己的杀手锏铁刺前去迎战 在铁刺灵出手前宫平也提醒到他们当中 最强的不是龙杏也不是龙野而是那个金发傻瓜 而铁刺看向春道的眼神也变得认真起来 与此同时来自护亚流的援军也终于赶到了战场 再见到援军终于到来后早已压制不住内心的折盾一马当先的便加入了战团 而其他四虎也紧跟着折盾的脚步加入到这支联盟大军当中 伴随着凤仙灵兰的人马陆续抵达这场大战的结局也将没有任何的悬念 与此同时仓库内的舌头成员也发觉外面的异常 虽然舌头的一众成员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但是双龙却心知肚明 他们知道灵兰武装以及凤仙的援军已经赶到 而这场战争也将彻底结束 然而就在此时春道却大喊着小心 可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那位舌头第一高手铁刺竟然在双龙大意的时候出手偷袭 他先是用棒球棍将龙杏打飞随后一拳又将龙也轰飞 就这样双龙竟被突然出手的铁刺打倒在地 虽然铁刺看上去十分强大竟然可以将双龙秒杀 可实际上以他的实力最多也就跟双龙处于伯仲之间 这一次之所以可以一举将他们打倒完全是因为偷袭 可他这一行为却成功激怒了一旁的房屋春道 接下来等待他的必将是无尽的恐惧 面对暴怒的春道铁刺也变得异常的认真 可当他摆好姿势准备与这位号称秘密武器的金发小子一决胜负的时候 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却出现了 只见春道竟然单手便接下了铁刺那全力的一拳 随后一头便撞向了铁刺 而铁刺竟被春道这一击直接打倒在地 当铁刺艰难起身的时候 春道却已出现在他的面前阴冷地看着他 随着镜头一转铁刺已经彻底失去了意识瘫倒在地上 而春道则是全身无伤 这一幕是舌头的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想不到舌头第一高手铁刺竟然被面前这位金发少年直接秒杀 此时龙信二人也醒了过来 田增强强压着心中的震惊问向龙信二人 春道大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存在 双龙只是回答道 不要看他经常犯白痴 但是我们二人可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这一席话让田增强不由变得更为震惊 想不到贝鲁克并没有骗他在这支复仇小队中 实力最为强大的真的便是那名金发少年 虽然此时的龙平还在强装镇定 但是接下来仓库外的舌头成员为他带来的消息 将让这位肖雄彻底破防 从那名手下的口中龙平得知护亚流联军的突然出现 并且这支联军已经以绝对的实力解决了 龙平在外面留守的300人马 无奈之下龙平也只能让仓库内的舌头成员出去助战 而此时龙信等人在知道援军已经赶到后 也认为一切都已结束 可这个时候龙平却发出了冷笑 因为他可是了解铁刺实力的 堂堂舌头第一高手怎么会这么简单便被打倒 果不其然刚刚还倒地不起的铁刺 此时竟然已经站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后春道也变得有些兴奋 必定他最大的兴趣除了小姐姐外便是挑战强者 不过这一次明显他要失望了 因为只是一拳这位舌头第一高手竟然在此飞出倒地不起 而这一次龙平也不再淡定急忙让手下钱去喊人 听到龙平让手下钱去喊人的田增强顿时便大喊不好 因为他知道龙平是打算用人海战术来对付他们 可龙信与龙也却毫不在意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看到这里春道也终于猜到龙信等人竟然请了外援 不得不说春道这反应幅度实在有些太大了 可就在此时刚刚那名被龙平安排去叫支援的舌头成员竟然被人一脚踹了后 随后在龙平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名身穿皮衣的少年走了进来 此人乃是第四代武装的成员香月剑 只见他一登场便向龙信汇报着战略 龙平安排在外面的数百人马已经被他们全部解决 随后在龙平惊骇的目光下四代武装的成员陆续地走了进来 要知道这一代的武装可是延续了初代武装的意志做到真正的结实精英 伴随着富头目村田十三的登场第四代武装全员到齐 然而龙平的震惊远不会结束因为此时另一方向的大门也被人打开 美藤秀信带着奉献的杀手集团前来支援二哥美藤龙眼 这一刻美藤两兄弟再次聚集 要是美藤真喜雄还在室内会更加完美 伴随着最后一个出口的大门被人踹开 凌兰的乌鸦们也压轴登场 只见在剃道安田的带领下三人足以及凌兰五湖等人霸气登场 至此三大势力的援军纷纷赶到而等待公平的也只有失败 而此时的公平已经彻底慌了现在的他甚至想要逃走 可随后舌头第一高手铁刺的一戏话却重新点燃了他的斗志 只见铁刺说道 让我下定决心表示忠诚的男人应该不会面对困难便选择逃跑吧 刚刚对方只有三人便敢闯进这里 那么这次就由我们二人杀出去 再说完这些后铁刺在此冲向了方巫春道 春道也不由地佩服起这位舌头硬汉 于是春道为了表示尽义打算用出自己的权力与其一战 只见春道面对冲来的铁刺一击带着破风的重拳也在此将其轰飞出去 而这一次的铁刺在硬抗春道的一拳后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倒地不起 而是在此站了起来 可当他打算继续战斗的时候公平却拦下了他 公平知道自己这位手下的决心 但是任由他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会因此丧命 于是他让人先带铁刺前往医院由他负责断后 面对着面前这群实力强大的敌人公平 已经没有一丝畏惧打算战斗到底 可春道等人完全没有与他动手的打算 因为他的对手另有其人 只见从人群的后面缓缓走出几人 而他们赫然便是差点丧命公平之手的贝鲁克等 当这几位昔日好友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却已成为敌人 往日他们在一起时候所度过的美好回忆一幕幕的浮现 接下来便该是他们做了断的时刻 而在仓库的外面却有两人在偷偷窥视着这里 他们便是非凡联合第二代总长中导兴住与其头号小弟 此时的他们异常的兴奋因为仓库内聚集着太多的强者 除了护亚流世四大天王中的方巫春道与九能龙杏以及美同龙野外 还有着能力超强的武装战线副头领村田十三 以及实力深不可测的核弹头交导音 再加上灵兰的三人组以及奉献的杀手集团 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场视觉盛宴 但是终导此时的目的可不是他们而是各大组织的接班人 因为方巫春道等人虽然强大 但不久后他们便将毕业成为传说 而他要面对的敌人将是各大组织中的一年级 所以终导打算趁此机会好好见识一下这些二代们 在战场上终导一眼便认出了林兰五虎 必定五虎中的多位都与其打过交道 然而在林兰五虎中他最为在意的便是那位打败加东秀吉的怪物折盾 他相信这位林兰一年级争霸赛最终的冠军必将成为自己的未来对手之一 随后终导在此看向奉献所在的位置那里同样有为新生吸引了他的目光 那便是奉献一年级新生金王金山账 至于武装战线传说也有一位超级新人涌出 但是到底是谁目前还不清楚 不得不说这家位于海边的工厂竟然汇聚了呼亚流氏两代四天王其中的七位 与此同时春道等人也打算离开 因为接下来的战斗将是属于贝鲁克的 而他们已经完成了贝鲁克的请求 接下来将是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 至此林兰奉献武装三方势力的第一次联合作战正式结束 此时的他们都不会想到他们这次联合只是一个开始 伴随着一位又一位强大的敌人出现 他们这个联盟也将变得更为的壮大 许久之后几末二人搀扶着贝鲁克也离开了仓库 在春道等人离开后 贝鲁克曾经代表五人足与公平进行了一场单挑 这场战斗也将是双方最后的两段 这场战斗之后以前的一切也将一把勾销 但由于贝鲁克本身就是重伤之躯如何打得过全胜状态下的功力 在贝鲁克战败后赵也宣告着这场持续许久的战斗是自己一方失败 但是现在明显双方都已不在乎输赢 因为他们都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贝鲁克等人失去了一位曾经情同守服的兄弟 而公平则是失去了四位 就在贝鲁克等人打算离开的时候赵却对公平说道 你总是觉得是我们脱离了你 但是你错了我们只是在为自己的梦想奋斗而你却没有 不仅没有你还因为这个与我们作对 你这么作与孩子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梦想对你来说可能很渺小 但我们一直在为了自己的梦想拼搏 可是你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吗 经界下个月就要出狱了我们要去迎接他 你也一起吧 虽然公平如此对待贝鲁克等人 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位朋友 在听完赵的一席话后公平也彻底毁忽 然而自己已经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他还如何有脸面对他们 公平也决定与铁次一起离开这座城市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实现梦想后再次回到这座城市与贝鲁克等人重聚 可就在此时公平突然睁大了双眼 因为他感觉到后背突然一凉当公平艰难地摸向后面的时候 鲜血竟然染满了他的双手 待他向自己后方望去后他彻底惊讶了 因为被他踹入大海生死不明的舌头 曾经干过原田正信赫然手持匕首出现在他的身后 原田正信自从上次被公平踹入大海侥幸为此后 便一直隐藏想要暗中找机会复仇 而现在便是难得一遇的机会在鲜血与仇恨的刺激之下 原田正信已接近疯狂 只见他竟然再次捅向了公平 而此时的公平已早没有了反抗的力气 他也只能眼看着匕首一点点地刺入自己的身体 最终在剧痛之下公平还是用出自己最后的力气 将原田正信摔了出去 然而此时的原田正信眼见大仇已抱便逃离了现场 现场也只留下了公平一人苦苦挣扎 只见他扶着强奸男起身 激烈的疼痛早已让他卸掉了一切伪装 现在的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活命 死亡与剧痛强烈刺激着他的大脑 卸掉伪装的公平也只是一位刚刚成年的少年 公平在最终绝望之下也喊出他本能下最大的依靠 妈妈 伴随着这几个字的出口他也彻底倒地 至此这位将弹南角的天翻地覆 最后更是引得林兰奉仙等外来势力参战的主导者陈内公平 在这座他从小便生活的城市彻底闭上了双眼 在他弥留之际往日与贝鲁克与经界等人在一起时的场景一幕幕的浮现 或许那个时候才是他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在几天后贝鲁克等人也来到了公平的墓前 他们没有想到自己这位昔日的伙伴在误入歧途终于幡然悔悟后 竟然便失去了生命 就在他们因此伤感的时候从远方走来了一人 而那人便是公平最为信赖的手下铁刺 通过他们的对话我们也得知原田在当天晚上便拿着匕首自首 然而这一切真的是原田郑姓一人的所作所为吗 相信在原田郑姓身后必定会有舌头名义上的老大巴兵的身影 而铁刺也打算离开这座城市踏入江湖开启一个人的江湖之路 至此热血高效最为精彩的舌头篇彻底结束 下一篇将属于春到龙姓等人的时代也将要结束 各大势力的超级新人们将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开垮到属于自己的时代 第二代四天王也将脱颖而出 最后请大家三连支持一下 你们的支持便是我更新的动力 感谢观看